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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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那个女生的背景 但我知道她就是放下了一切 她这个大家对她的事业的一种累积 事业金钱家庭什么都不要了 就跟那个女生走天涯 对 当时外界有很多这个传闻 当然一般人都讲啊 说这个人肯定是炒作 说这个你这叫私奔呢 还是公奔呢 哪有在微博上说 我呀私奔呢 是吧 不 现在微博上转播开酒店都有嘛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 有一个哪的什么局长啊 是吗 对 就是 跟你下属你见过没有 我见过那 你见过没有 对 就是实况转播 就是公司不分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我跟你说啊 这个我身边的我都见过 这个微博呀 真的是一个特别意淫呢 暧昧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要跟又婷 我们俩呢 有点意思 但是呢 也没到可以互相真的谈恋爱的程度 那在相互试探的阶段 是 怎么办呢 哎 这俩 就有点这个暧昧不明的话 比如说 哎 我今天呢 跟谁吃了顿饭 哎 或者说 今天他穿了一件什么样的衣服 写一些感想 你知道吗 我也不是跟你说的哦 但实际我是跟你调情啊 你明白吗 你要会来事呢 你也跟着调啊 哎 但是呢 你发现没有 这个公的 反而能避免私的 尴尬 调情的尴尬 就是公器私用 走在一种暧昧的空间 但是一般来说呢 海外这种情况 他用Facebook Facebook是一个公器 但是它有一定的范围 对 我们这个微博是彻底打工啊 就是祖国山河都看到了这样 没错没错 微博 你也有微博是不是 我也有微博 我也有微博 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暧昧的事 在微博 肯定有 你去查一下 眼睛往上 就看看 就看看这些粉丝 没有查出哪一条 是这样的情况 没错没错 我当然不可能公开承认是吧 但是我跟你讲 我总愿意啊 是跟鲁迅先生相反的 我总愿意用这个最单纯的想法 去想一个人 就正如说 我也不相信 谢霆锋或者张波之士 什么炒作 我认为都是一些 搞不清自己生活的人 跟我一样弄到这个局面 谁也不想 那么一样 这个王公权 甭管大家怎么嘲笑他 我还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最简单的人去想 就是笑傲江湖 他最近 这个很有意思 按说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他最近在 跟太太在一起 在桂林杨朔游玩的时候 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专访 不不你不是说他私奔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奔回来了 回来了 据他说呢 就是说 说你们跑哪去了 咱们想私奔 不得到处欧洲美国游览啊 他说你可不知道 娱乐压力太大了 我们俩哪儿都去不了 就是跟个 跟个地下工作者似的 大概找了一处房子 就在一块住了 就住着 不敢出门呢 然后闹了几天之后呢 然后天天查微博 没错没错 然后呢 就说这个王琴 他说 哎呀让我太太 让我的家人 让我的孩子 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到最后说 他这个情人 也看出来了 情人还是身名大义 就是说你啊 算了吧 回去 不是 他也不要了 情人也不要这样的他了 其实 我觉得是这样 你如果是那个情人 你会什么态度 我觉得 如果我以情人的角度 看说 或许这个情人当初 也没有要你放弃江山啊 我跟你在一起 不就要你的江山啊 你得带着半壁江山 对半壁 没叫你放弃全部 谁跟你真的爱情 他这个情人 自己也是有江山的 也有江山 叫王琴 自己也是个 挺有事业的 但他也放弃了 问题是 不是 他带着一座山走 不是 你知道吗 我昨天有一个人 跟我诅咒发誓 这玩意就涉嫌诽谤 对吧 这也不能瞎说啊 王公权人 可能不承认 有一个人声称 就是说 我认识他们身边的人 说他呀 就是为了追这个情人 搞出这么一个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表示 不是女人 这个浅薄的女人们 就会被这个东西 感动吗 就刚才那首歌 这件事情显然女人不浅薄 因为如果真的浅薄 那他就私奔成功了 我们就私奔进行到底 我们就天涯海角 女人不浅薄 我们跟你 我现在喜欢你这人 肯定加有ABCD条件 加在一起 不是纯粹只有你这个人的 现在 没有那么单纯 真好ABCD加起来 那才浅薄呢 要是单纯的 那就不浅薄了 不是 你知道我看了这篇访问之后 我说我愿意相信 王公全同志 你知道吗 就是说大家觉得 这个造型不太像浪漫派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浪漫派 我认为仅就他的采访而言 他反映了一个问题 又婷肯定也很有兴趣讲 这个问题 这是我先说另一件事 有一些网友批评 南方都市报 这个采访的这位记者 里边夹杂了一些问题 有点审判人家 按说这个老派 我们老派记者 不应该 现在可能都比较新潮了吧 你看这个记者就会说什么呢 我很敬重你的妻子 她是这个事件中 最无辜的受害者 却没有追究你的背叛 却大度的表态 希望你回家 我想跟她相比 跟她的大度宽容相比 你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 王公全没有说话 这个记者又说 你是个自私的人 可能你会觉得 你家在中间不舒服 可是作为这两个女性来说 她们的痛苦绝对远大于你的 尤其是你的太太 王公全说 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 这种痛苦会小很多 等等 我觉得大家批名也有道理 按说记者不能这么 宣判别人 当然大部分问题 还是客观的 说 我才明白 可能是这么一件事 你知道吗 王公全平常 他老婆也许对他较为严格 那天呢 被老婆发现了 他仅仅是不想做一个撒谎的人 就说你跟谁在一块呢 那我跟王琴在一块 他不愿意撒谎 好 你知道吗 他反映了男人呢 包括很成熟的男人 很大岁数的男人 咱们共通的一种状况 我发现女人这点比男人强 胆小 其实男人啊 不能面对的 很多场面 男人可以做一个 很成熟的决定都行 对吧 但是你让他面对啊 他面对不了 你看这上市公司的老总 是 这这会 想我怎么回家 我反而跟老婆说实话了 我回家怎么着 于是呢 说四分吧 是这么一个忙忙乱乱的 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 一个只是一时啊 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了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很显实 我觉得男生就是 可以说是没有 对我来说 我会把它扩大成为 没有责任感 以及非常之胆小不勇敢 这样子一个情况 对 因为你可以每天签个公文 就是几亿几亿的房地产的开发案 你就可能损失个几亿 你都不担心怎么样 但是想到回家这老婆的脸 然后呢 可能告诉你说 你是个负心汉 那种良心上的谴责 而且你本身也不是个真 我们叫做什么玩咖 就你也不是真的一个player 真的是这么够狠的player呢 其实你根本也不care老婆 讲什么 我想怎么玩怎么玩 没错 我照样就是过我的生活 但他又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会有良心的谴责 那就像小孩子就做错事了一样 我就紧张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秀 牙一摇 没错 我就干脆做个另外一个好人 我往另外一个好人的方向走 所以紧张不也就是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吗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说他不负责任对不对 可是他那么紧张 这背后也是责任感 他现在在把责任分担出去 我告诉你了 就是你要跟我一起承担 但他不敢告诉啊 你不是说了吗 他公开私奔就是告诉你了吗 就是我把责任感分出去 他就是这个里边选择有很微妙 有些人 他说很多男人都是撒谎 撒谎的 两头并行 这是很多男人的选择 他说我呢不愿意撒谎 对吧 但是呢其实呢 不愿意撒谎之后啊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对待 就等于这是一种 就是说老婆一旦发现你有了情人呢 他只有跑 你知道吗 咱就像说有些人说是什么呢 站出来或者是 哪怕你有没有胆量说一句 咱们离婚 或者说我跟他分手 或者就是你知道吗 男人的问题我现在都明白啊 他说不出那句话 他不想当坏人 他说不出那句话 你就不想没这个责任 你做了坏人 但你不敢当坏人 这是最可恶的地方 可做不可说不早说了吗 这个这是文学的文化的定律嘛 你可以做不可以说 你做了吧 那女的要是我知道了 你他知道你以后来改正了 他还可以原谅 但是女的最不能原谅是 你还能跑来跟他说 这个说是他绝对不能原谅的 但被发现了你做了以后 你就要想到这个后果 有一天就可能被发现 那你得要有一个plan 就是有个计划 说当天被发现的时候 我就敢做敢当 就失分了 失分就是没有plan的结果 他就跑走了 所以公权同志呢 是说了就跑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他是什么呢 这个说不后悔私奔 但是后悔微博上私奔 就是说 他是不是也有点光美美 也当然不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他没想到 你明白吗 很多人以为是在炒作 微博上的人在炒作 可是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必须提出另一种可能 很多人是从来没意识到 自己发个微博呀 会引来世界性的反应 他没想到 你知道吗 那么他后来你知道 这个男人一种很奇怪的心理 就是选择是很痛苦的 选择很折磨人 你知道吗 好 那么一旦发现 被发现了 他为什么要在微博上 说这个私奔呢 他自己就讲啊 就赶快做件事 让他成为继承事实 人至少就不再折磨 微博发一下就是宣布嘛 其实就是宣布 也给自己弄了个 定性 我没退路了 没有退路 我这事情已经公开了 那就没退路了 就也不用为这事折磨 而且他其实这个选择 我觉得是还蛮有逻辑的 就像你说 他回去不了面对老婆 所以我显然 现在比较偏向 是我得面对我的 就跟我的小三在一起 然后呢 我又为什么要选择 微博公开 是因为他可以 怎么讲 可以定性以后呢 我还可以 往好人的方向走去 因为我不爱江山 我爱美人 我这个名声还可以 看样子 我赌这一把 我有机会把我的名声 保留下来 如果我今天只是宣布说 我又要我的 房地产公司 我还要跟我的小三在一起 我就变抛弃弃子的负心汉 这个我 我不要 这个男人 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声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我还可以保留 我的好名声 他赌这一把 但没有想到在微博上 赌这一把的结果 并没有赌赢 赌到之后 大家还是觉得 你抛弃气质 还是认为 又已经眼里 男人都是招 又停这小女子 怎么对男人了解 这么深 我跟你说 凤凰是一个 你平常没看出来 这我发现的 咱们的这个 绝杀 绝杀女 又停已经算论的 但凤凰的美女 一个个都是高招厉害的 那是 而且她是藏得最深的 表面上她是个娃娃脸 你知道吗 实际上简直是 情色学大点 这男人还怎么活呀 完全透明了你们 所以我就想起 退到背后没办法 我就想起以前 有个三人行 你记得吧 黄詹 霓筐 跟菜喉 深夜不设 半夜不设房什么的 里边呢 很早以前 多年前了 霓筐讲过一句话 说男人对女人 怎么讲 怎么说 你别不好意思 你自己说不口的话吧 尽管说下去 一定有用 我是觉得 这个男人和女人 你比如说 女人 你看张爱玲说 女人都是同行 其实女人面对男人 这是她的专业 你知道吗 她没什么紧张的 对吗 她没什么紧张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男人 她可以在重庆谈判当中 好家伙表现出智慧 庄严 这个有决定的这一面 但是你知道 在女人面前 我就发现 孤军作战 不是 就是这种啊 你就根本没法面对的 情况是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 我就很难跟一个人分手 这分不了手的 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 我想好了分手吧 但是我受不了那一幕 对 太多男生跟我讲 我为什么回头 甚至于说不出来 你知道有一个男的作家 他自己写的 就是你说回家跟老婆怎么说 就是说 我要跟你分手 我这说不出来呀 站在那儿 站在那儿 说不出来 熬了一个月 每次次站在老婆面前 这就亡顾左悦而言 他最后终于说出来了 那是哆嗦的说出来的 我再跟你说 就好比说 这个男人不想结婚 我有一次 但我年轻的时候了 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次跟这个女 给这个女的逼婚 逼的呀 儿家伙逼的 你也曾经有这样的时候 那当然了 这都是逼婚王 你知道吗 大事 逼的实在不行的时候 你知道 不得不说了的时候 我会发现 你得谅解我 生理性的恐惧 就我说 这个牙呀 我就说 我就在家伙逼婚吧 这个牙 婚又婚又婚会把它解释成 为爱情而激动 没有 天风你在手上晃 又婷也跟我 我大曝光 又婷也给我提出这种问题 说为什么你们这男的 好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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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提结婚 马上就人不见了呢 对啊 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而且最多我们就想说 你如果不要结婚 那又干嘛开始呢 你要什么 要中间那个曾经拥有 不要天长地久 那你就不用那么爱嘛 那就 那你就 笃定的一开始就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要结婚 那大家游戏规则讲好 你想 我们就大家 两年 大家三年就是陪伴 如果没有 我们就别开始 哪有时候开始到一半 然后就开始就有这种 紧张啊 然后逃避啊 然后 你认为这有行片的性质吗 行片啊 就诈骗 可是事先没说好啊 事先诈骗 去广瓜球了 好奇了 强强三年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你看 你在一个这个美满婚姻的牢笼里 也很多年了 对吧 而且呢 你又是一个研究文学的 其实心里是很浪漫的 徐老师 你听到私奔这个词的时候 你有什么时候会 他们有人说老房子着火 没法救啊 就是尤其是你这个年龄 我那个 我女儿啊 前不久去参加她表姐的一个婚礼 在美国 那个婚礼办得很大 美国我觉得 她这个物质跟精神啊 结合的挺好的 结婚就像你说的 是女的成功 所以呢 费用都是女家出的 一个婚礼啊 十来万美金啊 等于几十万 租一个森林啊 前前后后的仪式啊 不仅是吃一顿 那有婚纱啊 拍照啊 跳舞啊 几百人来 男的女的的 所有的同学 女的是哈佛的 这个Business School的 男的是Stanford 学电脑的 对对对 男的是犹太人 女的是中国人 我说你们这世界上的智慧 都被你们集合了 我看了他们整套的 全部的照片 我一路看 一路在想 将来 我也认识那个 那个犹太那个boy 我在想 他将来真是 就像你们刚才讲 没法面对 经过这么多 一道道的程序啊 就像一件工艺品啊 水啊 水银啊 钢啊 铁啊 什么一道一道 出来了以后 将来万一有什么问题 拿这一叠照片 重新回顾一下 什么话都哆嗦了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女的现代女性 这是非常 又是先进文明 又是钱 又是什么 组成最后 这么大的一个形式 就是使得你将来 不能后悔 对啊 就是将来不能后悔 徐老师 第一次让我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要 搞那个wedding 其实为什么要 而且美国呢 它是女家出的 中国问题是 这套wedding 还要男的出 我觉得男 所以中国的男 冤出生啊 对 应该要男生出 因为你这样痛一次 你就想想 你再去找下个女生 你得再痛第二次 别痛啊 第一次的 他们美国就说是这样的 第二次结婚 仪式不会这么大的 就会缩小 第三次 第四次 你再这么大 没人来的 他们会 第一次会办得比较大 希望就这lifetime了 就这样的 我觉得他这个 精神跟物质 结合得比较合理 你觉得怎么样 对 咱就说 这个公权先生 他最后 要不说 他这个 你所谓的这个三 深明大义 也不是深深明大义 就是说 你先回家 这情况 不能再这样下去 你先回家 回家 你搞得定 咱们还在一起 你搞不定呢 就算了 但是呢 王公权说 也是男人的一个 架不住 你发现没有 他说他知道 他不能回家 我就是说 男人没法面对 他知道 他不能回家 因为 他现在不是回去了吗 他说一回去 回去的时候 也没打算说 要跟老婆一起过 但是他心里知道 他架不住 他一进家门 看见老婆和孩子 崩溃了 早知这天 何必当初呢 早知这天 你看你兜兜转转 私奔了一趟 你还是奔回家了 那何必 为什么在做事之前 不三思以下呢 还有一件事 你们那边说 原配多可恶 就是婚礼办那么大 花你那么多钱 离婚我还要分他钱 但你看 他原配接受他了耶 他老婆 你跟全世界讲说 我要私奔 为了一个小三 你现在回来 我老婆还要接纳你 不管因为小孩 不管因为任何原因 但是他要原谅你 一个女生的勇气 在这里 对对对 要不要结婚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也希望 这种原配对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会增加好几倍啊 没错 他们已经想好 就算动员